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开店当初的初衷是想说让客人知道就是比较能吃饱因为毕竟现在生活也不太容易我们也都是可能做公出生命所以我们饭量你看会比外面的还要多而不少网友来店必点的招牌鸭肉蛋炒饭咸猪肉蛋炒饭虾爆青子蛋炒饭 很多客人都会问说你们狂木炒饭是什么炒饭那其实是我们招牌后来我们就想说不然我们来想一个比较特别的刚好自己的学弟他们家是在做鸭肉耳肉所以我们后来就跟他进来试试看做烟熏鸭肉然后我们就自己改良一下下地炒这样 然后发现还不错 我们就把它变成招牌 因为我们也没办法自己腌制所以我们试了好几天厂商 然后发现我们这一家这一家的鸭肉味道最好炒起来最香 特别的地方就我相信外面炒饭应该不太会有这个项目出现比较少对啊通常都是肉丝啊肉丝炒饭这一类对啊但大家炒出来就会 它会有咸猪肉啊独特的相近涵盖在炒饭里面所以它吃起来会蛮特别的 至于独家推出的视觉系虾爆金子丹炒饭最引人注目的是现炸的虾子一只又一只依序摆满整碗炒饭 最后再放上柳叶如软和上去色香味俱全 老板也和我们大方分享发想这道炒饭的超真实原因 吃的饱的也有了 招白的也有了 然后推出一些比较比较能够吃鸡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推出这一道 镜头一转充满着浓厚地中海风情的装潢映入眼帘 独特的设计全靠老板和店长一手打造 由于老板喜爱饲养各种动物 无论是身价破万的钻纹龟 或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Q萌饿龟 还是可爱又疗愈的小小卢丁鸡 甚至是难得一见的胡蒙 只要你来店里都有机会一饱眼福哦 不过炒饭真的有这么好吃吗 来听听看顾客怎么说 我比较推荐那个沙茶牛肉炒饭跟咸豬肉炒饭 因为沙茶牛肉炒饭是老板自己调的沙茶 就是跟外面直接用沙茶下去炒比较不一样 然后咸豬肉就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咸味 然后比较有香气 然后他炒的时候那个火候控制的时候 比较有火气 然后粒粒分一样 香气主要就是我们新香料 洋葱啊蒜头那些 就是在跟蛋炒在一起的时候 要让那个香气炒出来 他不算油 然后饭也不会黏 一粒一粒的还不错吃 然后虾仁也蛮新鲜的 别间店里没有他这么好吃 到底炒饭是如何做到粒粒分明 才能够锅气饱满又可以快速钻上桌的呢 原来老板选用的米不一样 也不使用隔夜饭 我们是用寿司米 对的寿司米煮出来 他饭就会比较粒粒分明 我们不用冷饭 我们一样是用热饭来炒 对那就我们没有用隔夜饭啦 那我们热饭在炒度都会比较快 老板在短短五年左右的时间 就在双北地区开了四间店 原本预计开第五间 却因为发生车祸 延后开店计划 一旦谈到店名的起源 老板笑得很开心 狂魔炒干是因为我觉得蛮中恶的 我游戏名字也都取什么狂魔啊 有的没有的 二北两张是因为我很喜欢二龜 然后我把二龟当谐音 成二鬼这样 狂魔炒饭二鬼两枪 在闻山区深受在地人喜爱 老板未来打算在双北地区 复制同样的风格开第五间 也希望SOP洞见能够规划更完善 带给顾客更好的用餐体验 明镜也行 明镜也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希望请转发 欢迎订阅明镜 好